另一边,魔戒。 魔族中人死了后,就回到了魔戒,但修为大俭,他们闭关准备,修养一番后,便卷土重来,并且决定多带几个人去毕竟人多力量大嘛。 天界安插在魔戒的人,很快便给天界的人传了消息,而天界的人则是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。 天地修炼到非生境至少还要两年,可是他们一年就能恢复我们该怎么办。 一个神君道,有了,天地之所以修炼得这么慢,是因为在等天后。 如果天后,一个神君提议道,好主意,另一个神君道,可是我们不能干涉太多,该怎么办它呢? 诸位神君再次陷入了沉思,良久,才有一个神君弱弱地提议道, 要不我们托梦给天地,让他自己想办法,如何? 这个办法不错,就它了。 众神君一致同意了这个提议。 另一边,修真界。 戴兰望鸡睡着后,魏无羡便悄悄地起来处理堆积如山的公物,处理完公物后便去做晚膳了。 将晚膳做好后,魏无羡便提着饭盒走进了静室,将饭盒放在桌子上。 阿湛,起来吃晚膳了。 魏无羡道,嗯,哥哥报。 蓝望鸡迷迷糊糊地开口说道,哥哥做的饭真好吃。 无奈,魏无羡只好将蓝望鸡从被子里捞了出来,帮他穿好衣服用勺子小口小口地喂他吃饭。 虽然他们现在都能避鼓了,但魏无羡还是不想让蓝望鸡饿着,最多让他一顿不吃。 饭喂完后,蓝望鸡也完全醒来了。 见蓝望鸡醒了,魏无羡不禁感叹道,阿湛啊,你看你这么大了还要喂饭。 真是一个巨鹰啊,战战困嘛。 蓝望鸡委屈巴巴地开口道,好了,你也吃饱了,那现在该轮到我吃了吧。 魏无羡色眯眯地望着蓝望鸡说道,蓝望鸡表示,我的腰想拒绝,我的心不想拒绝,那好吧。 就一次哦。 蓝望鸡道。 话音刚落,魏无羡便弯腰将蓝望鸡抱起来,快步走到床边,轻轻地将它放在床上。 这一晚,蓝望鸡深刻地明白了什么叫做快,准,狠,腰再次离家出走,一去不复返。 当晚,吃狗粮吃撑了的神君便入了他的梦,完成任务后便快速离开了,并表示,这差事我以后再也不做了,谁爱做谁做。 第二天,魏无羡早早地醒来,开始思考让快速蓝望鸡变强的对策,最后还没有副作用。 要不,我先去藏书阁看看吧,说不定有惊喜呢。 魏无羡如是想着,算了,还有些时间走一步看一步吧,阿战最重要。 蓝望鸡醒来,看见魏无羡真正发呆,不禁疑惑地开口问道, 哥哥,怎么了?没事。 魏无羡道。 随即魏无羡轻轻地将他拉入怀中,紧紧地抱着他,问道, 阿战,你相信前世今生吗? 我相信,最近我总是做一些奇怪的梦,在梦里,我是一个妖界二王子,你是天界太子。 蓝望鸡想了想后说道,那阿战相信这是你的前世吗? 魏无羡在蓝望鸡眉心落下一吻后说道, 哥哥,你是不是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啊? 蓝望鸡疑惑地望着魏无羡道。 魏无羡点了点头,随即便将他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蓝望鸡包括昨晚的梦。 蓝望鸡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,道,那哥哥刚刚就是为魔戒之事忧心了。 魏无羡点了点头,随即便想起了什么,以天眼扫了一眼蓝望鸡后说道,原来如此。 怎么了?蓝望鸡疑惑地望着他们问道, 你之所以修炼速度慢,是因为你有些穴位未打通。 只要你以银针打通这些穴位,那你的修为必定突飞猛进。 魏无羡解释道,那,哥哥试试。 蓝望鸡道,魏无羡点了点头,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一包银针道,盘腿做好,需要我帮忙吗? 蓝望鸡点了点头,魏无羡穿上衣服后才将他扶起来,帮他盘腿做好后便设下一个结界。 随即拿起一根银针,往蓝望鸡身上的第一个穴位扎了下去。 蓝望鸡闷哼一声,不知道为什么,魏无羡这一针下去,他就感觉浑身起痒难耐,一股股酸麻的气息,在全身经脉里面乱钻。 蓝望鸡心里一柄,因为他感觉到他快要突破了。 阿湛,你怎么还这么容易害羞啊?魏无羡笑道,真可爱。 随即便帮蓝望鸡穿上衣服,说道,好了,不逗你了,我去给你做好吃的了。 随即便去给蓝望鸡做好吃的去了,蓝望鸡平复了一下心情后便去洗漱了。 待魏无羡洗漱完毕,带着早上回静室时,蓝望鸡已经等不及了。 吃完饭后,他们便开始在静室闭关双修,毕竟就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。 半年后,魏无羡传位给薛阳,任孟瑶为副宗主,然后便和蓝望鸡一起云游四方去了。 两个月后,吴望成功到达了飞生境,回到了天界,见自己的儿子终于回来了妖帝和天帝,高兴不已,决定让他们三日后大婚。 这场盛大的婚礼,持续了三天三夜,妖界和天界的所有人都参加了。 至于蓝瞻,当然是传位给他的包地后,就去天界当天后去了。 毕竟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嘛。 而魔戒的人听闻玉迎回天界了,便决定先缓缓过些日子,再去找他的麻烦,毕竟留得青山在,不怕煤柴烧嘛。 待魏无羡和蓝望鸡飞生后,修真界引来了更加狂暴的修真热潮,此方世界也随之升级。 他们飞生的第二天天道,就降下了雷劫。 一些通过步伐手段修炼到金丹期的人,轻则金丹匹裂,修为尽散,重则魂飞魄散,永世不得超生。 经过这场洗礼,许多小世家都更加落魄了。 而魏、温、蓝、灭四家都更上一层楼了。 由于他们灭掉了魔族中人,拯救了这方苍生,所以他们的修为都有所提高。 三年后,豹山散人终于到达了飞生境,成功飞生,玉营封他为山神。 又五年过去了,清衡军、蓝启仁和涅士老宗主成功到达飞生境,飞生成县。 玉营分别封他们为文神、学神和武神。 八年后,泽吴君、赤丰君和涅槐桑成功到达飞生境,飞生成县。 受封为萧神、刀神和善神。 十年后,薛扬、孟瑶、魏院和蓝景怡成功到达飞生境,飞生成县。 薛扬和孟瑶被玉营收为亲传弟子,而蓝院和蓝景怡被魏营收为义子。 十二年后,温晴和温宁成功到达飞生境,飞生成县。 被封为一神,温宁成功拜温晴和玉营为师。 上五根温晴,下五根玉营。 魔戒养精蓄瑞一千年后终于对天界发起了进攻, 结果一不小心中了玉营的圈套,全军覆没。 明界封都北阴大帝本想坐收渔翁之力,不料天界太强,不费吹飞之力就灭了魔戒, 于是他便只好与天界求和,不是他耸,而是激战伤财又伤民。 千年过去了,魏院和蓝景怡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, 于是他们便退位让贤,云游四界、人界、修真界、明界、天界去了。 天界一个不起眼的小茅屋里,有两名男子正在辛勤劳动, 一个在烧火,一个在做饭。 好了,阿湛,把这几样菜端出去吧。 正在做饭的男子笑着对烧火的男子说道, 看到这里,想必大家也猜出来他们的身份了, 不错,他们正是云游四界的玉营和蓝湛。 那名男子点了点头,随即便起身洗手, 然后就端着菜出去了。 吃完晚饭后,玉营便将碗放进洗碗机里, 然后就陪着蓝湛躺在院子里看晚霞。